最近在北京街头是空降了一个女娲娘娘 据说人家还是穿越而来的 您信吗 咱去见识一下 此女自称女娲娘娘 在北京西单大月城闪亮登场 声称自己是从远古穿越来的 这位穿越而来的女娲娘娘 行为怪异 穿着前卫 有网友就调侃说 她身上树叶的造型 有点时装品牌犯思者的法 当时正是周末高峰 女娲娘娘格外引人注目 身边聚集了一大群围观的群众 保安人员也很无奈 只盼着她在凡间走一遭后 赶紧穿越回远古吧 这样的奇人不止在北京出现 去年在上海的地铁上也有嫦娥造访 据说穿越而来是为了搜罗点盘缠 之后人家还要回到之前的家乡 只为行为艺术也就罢了 要是华众取宠趁机所才 那就太不应该了